我们已经写的话 只写了一个什么 只是把我们这个东西 是不是抽象成了一个行啊 对不对 现在接下来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 写定义view这块的一个地方来 我现在无非是要把所有的view给放进去 是不是啊 那我现在在这里面 我是否应该是要实现unlial的方法 是要实现unlial的方法 还需要实现什么呢 测量是不是也得实现一下 我在这里肯定是要需要测量 还有一些问题 什么问题啊 还有一些问题就是 我这个行 现在是不是空的 我怎么知道你要放几行呢 我得知道有一个点 时间点 有一个时间点 我该去什么 加你这个行的点 是不是啊 我得记录 在哪个地方去记录呢 其实我在这里面 这是layout layout 我们就得实现一个叫做测量 我可以在我测量的地方去干嘛呢 我测量好了 我这里面这些值啊 这个view 你是不是可以获得它的一个宽度啊 是不是可以获得它的一些高度啊 这样你才可以往我里面添加 是不是 不然你不知道宽度和高度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添加 所以在这里面 我在测量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做一些操作 那么测量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会走什么代码呢 会走一些 首先是测量孩子 是不是啊 测量完孩子在干嘛 接着叫什么 set一个 set一个自己的一个方法 是吧 这里面有一个方法 我们来 这里面导一下 我的 天里面的sauce 把这里面sauce给导入进来 ok 就是我们的set这个方法 好 可以了 接着我们把这个点进去 那也就是设置什么了 设置这个方法是吧 好 这两个方法 我们走一走就行了 这个方法 上面方法是测量孩子 那这个方法是干嘛 这个是设置 设置自己啊 把这两套走完就行了 那么来一个一个走一走 测量孩子的话 首先是 首先是获取有几个孩子 get a child的一个count 好 cnt1 做一个 拿到我的孩子有几个 接着来测量 首先是for循环 那接着就是我们count 拿到我有多少个孩子 接着的话 在这里面通过什么了 get a child at 第1个孩子 拿到当前的一个孩子 是不是啊 好 拿到当前的孩子 拿到孩子之后呢 拿到我们的孩子之后 我们这可以做一个 做一个什么 一般我们写代码的时候 这里面一定要注意一个东西 想 第2什么了 先做判断 第1子 get a 它有个叫做什么 第2 设置是什么 这有没有 get a get a 如果是等于什么了 mue第2什么 杠 我直接 不是它了 它杠了 是不是它没有宽度 没有高度啊 是不用去管它 好 那么这是 如果是不显示的情况下 我就不用去管理 这一块 那么接着就开始去测量 每个 每个 孩子 好 这个方法怎么去掉了 chare的点是吗 测量 是不是啊 好 直接是 直接掉这个测量 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好 这个测量方法呢 它其实衍生了好几个方法 在view group当中 应该是衍生了好几个 那么这是一个view group 我可以在这里面调用一个方法 专门来测量孩子 大家看一下 view group里面有 有些方法叫做 major major 方法 它有什么 major chard major chard 是不是啊 这些 这些方法来 跟大家省了很多功夫 只要这些孩子 你不需要特定去指定他大小数多大 你掉这几个方法都可以啊 我在这儿需要特定特定你多大 但是不需要 我只要测你多大 是不是啊 那比如说要测这个孩子 我直接掉什么 major chard 你直接把我这个孩子传出去 传什么 parents的什么 parents的 是不是这个 parents 就是这个值啊 好 Ctrl C 这样就把孩子测完了啊 就不需要自己要去指定他 你孩子该多大啊 什么之类的 是我们要自己写的代码 是不是直接掉签的 major 0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测量孩子 好 测量完孩子之后呢 接着是不是设置自己啊 好 但是这样没完 我们要加一段逻辑是 记录 记录孩子 到什么 到我们的行中 到我们的这些行里面来 好 那么首先 首先 我得 首先 什么呢 我的类 是用来记录所有的行 是不是啊 那 我的这个孩子 又是被某一行给 给干嘛 给加进去了 是不是 所以我得记录当前行是哪个 我知道第一个什么呢 private的一个成员变量 做一个line 这个line呢 记录什么 当前的 current的一个line 当前是哪一行 来记录当 当前是哪一行 记录当前是哪一行 那么首先记录孩子到行中 我可以做一个操作 首先做一个判断 如果呢 你当前行 等等于空 说明一点 什么东西 我现在里面是不是一行都没有啊 好 一行都没有 我要干什么事情呢 是首先是把你这个对象给创建出来 是新建一行 那就是新建一行 新建一行 好 新建好一行之后呢 我直接先又一个行转 又一个line 那需要告诉他你这一行最大多宽 还有什么 空间是不是啊 水平的间距是不是 好 这两个参数我们先放着 待会来考虑 好 新建好一行 我是不是得将这一行啊 这一行啊 我们这一行干嘛 记录到我们的 这个里面来啊 是不是我得记录进来啊 我是不是得记录了 我才知道你现在有几行啊 记录到我们的list中 那用我的这个什么了 nice.add是不是 好 那记录我当前这一行 好 这里面留先两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我们待会来考虑 那么这是孩子当中 如果是没有 那就是说新建一行 加进去 那现在我还要做操作 就是用行呢 去干嘛 去添加 是不是view啊 是不是来添加view啊 好 添加view在这 我的逻辑是干嘛 首先去干嘛 判断是不是啊 判断你这个孩子 可不可以添加是不是 好 这是这是如果呢 可以添加 那怎么办呢 我干嘛 我掉用他的点 addview的方法 是把这个加进去啊 好 error是呢 是 是不可以添加 好 不可以添加怎么办 那就是说换行啊 换行 是不是 换行 换行呢 换行其实就是 把我当前的行 得改一改 current items 得等于什么 我再新建一行 是不是 换行 就是再去 新建一行 再新建一行 那你再新建一行 是不是还得 加到什么 加到我的记录当中来啊 是不是 这个意思啊 我新建了一行 我还得把它给加到 我的这个 error一次来 做一个记录 是不是 那现在就记录两行 那这个时候呢 我是不是直接 交用一个什么呢 再交用一个 添加 将 将我们的 孩子 加到 加到我们的 航空数上 那这个时候呢 是不是已经换行了 那还需不需要判断呢 不需要了 在因为 无论如何 你必须得加进去了 没有的时候 你必须得给我加进去 把你给加进去 那么这样 就可以把什么 把我的这个 孩子 记录到 把什么 把我的行都记录到 我的这个error当中去 把孩子 都记录到 我的 每一行里面去 是不是啊 当前那 就管理了 所有的行 那么每一行呢 又管理了 它当前 对应这一行的 一些孩子 是不是这样 管理起来了 现在唯一要关心的 就是一个 chard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宽度 是不是啊 以及它的一个空间 这样我们这个空间 我们暴露出去 这private的 其实是一个水平间距 好 intel的一个叫做 hoering hoering 这个hoering 怎么下水平 瞧一瞧 好 里面放一个 我们的一个lineral layout lineral layout 里面一个叫做 叫做hoering cntr 下就行了 水平方向的一个间距 水平方向的一个间距 我们默认给它一个10个 在这里面 待会儿再暴露一个方法 专门来设置它的 待会儿再暴露一个方法 专门来设置这个水平的间距 那这个值呢 这好设置 暴露给用户去设置就行了 接着就是你这个最大的一个宽度的问题 那这个最大宽度 我该怎么去考虑 我可不可以拿到我当前宽度 这里面首先去获得 我当前内奥特的宽度 怎么获得呢 通过我这个叫做major spec majorspec getter size是不是 可以把我的宽度的值 这是wide widest的一个size 是不是可以获得到 这是获得 获得我们layout的宽度 layout的宽度获得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把这里面OK给移除掉 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机 这是我们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手机 那layout的宽度呢 获得的其实就是我当前layout的 比如说这就是个layout 这个layout的获得是它的一个宽度 对吧 那我现在要获得我当前的 当前什么 当前行的最大宽度 怎么获得呢 我这里面其实它 如果它有pendingleft 有pendingright 是不是减去这两个值 就可以获得它最大的 那它最大的宽度 是用我的这个宽度去减 它的pendingleft 它的pendingright 那在这里的话 是获得我们layout的宽度 那我们这里定一个叫做 chared的max的一个 wides 那其实等于我这个宽度的size 去减去get什么 pendingleft 再去get一个pendingright 是不是它最大的宽度 那你孩子最大宽度 我可以告诉你 最大就这么大 好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测量这块 测量这块的 测量这块基本上完了 接着就是设置自己的 设置自己的一个宽度和什么 高度是不是 设置自己的宽度和高度 宽度和高度 好 宽度是多宽呢 是不是这个值就可以了 但是高度呢 高度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里有一行是不是 好 这样再摆一行 如果再摆一行 我再摆一行 我一直摆下去 这里有一百行 我是不是有一百行的高度 那所以这个高度是由谁确定 由横的高度是不是 好 是由横的高度 那么来先把这写一写 那肯定要去 那我们是需要去做什么 横的高度的累加是不是 横的高度的累加 需要做这个事情 那无非在最终的话 我们一定要掉一个代码 叫做一个major的一个代码信 宽度的话就是我y minus的宽度 现在就差一个高度的带子 是不是 好 那么高度的size呢 我再来写一下 那就是一个硬的的 一个高度的一个size值 首先等于 我们来看一看 那么高度累加 无非是要去负寻环 谁呀 我们的行是不是 你有几行是不是 点size 好 那么我可以获得 点get 拿到第1个之后 我可以拿到 横的点 高度是不是 横的高度是不是 可以拿到 那我在这里 是不是去累加你的高度 你有几个高度 我就去累加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算得出来 好 那么这个是 横的高度累加 但是我们还要考虑一些 其他的东西 还要考虑什么呢 间距以及 喷丁top和喷丁bottom 好 来看一看 把这个里面的话 比如说我这里面 如果我这里面就一行数据 大家认为它高度应该是多高了 高度的话应该是 这里面应该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喷丁top啊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喷丁bottom啊 把它高度应该喷丁top加喷丁bottom 然后再加它的这个高度是不是 如果是一行的情况下 这样没问题 对不对 好 那么来看一看 那首先 肯定要有喷丁top的值是不是 再加上一个喷丁bottom 不管你有没有行 我肯定有一个喷丁top和一个喷丁bottom 如果是等于您的情况下 我这么加就行呢 是不是 等于一也得加 那么等于您它有没有空间呢 有没有中间间隙呢 这里面还应该有一个什么 如果是第二行是不是才加一个 是不是第二行才开始加 那如果是第二行才有一个间隙 那其实就是 三次减一是不是啊 那其实可以在这做个判断嘛 如果不等于0 如果不等于0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用这个高度去加等于什么 一个垂直的间隙 这是垂直的间隙 这个间隙我得加进来 那这个我再定义一个什么 很变量 Vertical 把这个Vertical也写 这个三次的话 Orientation Vertical 一个垂直 这是我垂直的一个间隙 那么也定为一个10 那么它垂直有多少间隙 来看一看 把它给加上去就行了 那这样它的高度和宽度 是不是都可以算出来 那这样它宽和高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这么去加进它 这是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的测量 测量完成之后 能不能看到结果呢 你是看不到的 因为只是把大小给测了 这里面呢 要看结果的话 还是一个挺不大的问题 我们运行错误了 我们应该运行自己的这个 让一下 这是让我们自己的 让它是让它呢 现在我们跑起来 是不是还是一个光本啊 为什么 没有实现什么 layout是不是啊 那现在是不是我们该做操作是 layout里面 其实要做的 唯一操作是不是 给孩子布局啊 对不对 就是给孩子布局 那这孩子是不是 好 现在我们以前做法是怎么做呢 是get一个 chared的一个counter 是不是拿到所有的孩子啊 然后呢 for循环一下 这里面是counter值 然后再去干嘛呢 去get我的一个chared 第i个 然后拿到某个chared 去干嘛 直接让你这个view去调用一个什么 叫做 layout是不是啊 是不是这么去调 好 那么我们的做法是这么去做 就是你这里面 因为我们之前不是 我们的之前做法是怎么想的 这是我们的一个布局 我们用黑色 那么孩子的话 比如说这里面是有一个孩子 那么这里面有个孩子 这里面有个孩子 我一个个循环 只需要找到你第一个孩子的 left top bottom 以及right 是不是就可以布局啊 好 但是如果现在已经乱摆了 你是不是耽搁不好找啊 我们可以换一种 给孩子布局 其实我可以让 让谁啊 让我们的行 孩子布局 让行给孩子布局 什么意思啊 我这里是不是记录了所有的行啊 我记录了所有行 那我让行来布局 让行自己去搞布局 他来布他的孩子 那么我在这里呢 可以直接过循环一下 我对应的这个行的 nice的 their size 好 their size 接着的话 我们在这个line their get一个什么 i 这个里面就能拿到某一个行 是不是啊 好 那么我让行布局 好 让行布局 那这样 好吧 我这个交给行去做 那让他提供一个方法 叫做 layout 是不是就可以了 好 layout 那么在他里面来创造一个 布局的方法 好 来 创造一个布局 那这是 行当中布局 无非是干嘛 是不是 给什么 还是给view布局啊 是不是给view布局 我是不是给这几个 我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这是我 这是我自己的行啊 我的行 我只需要关心好几件事情 这是我的整个布局 那么我的行来说呢 这是我的一行 好 行里面呢 我只需要 我管好我三个view 第一个view这么摆就行了 第二个view摆这里就行了 第三个view摆这里 是不是就可以了 我只需要关心 我对于我行来说 我只关心我下面三个view 怎么摆就行了 是不是 我负循环 我三个view 就可以了 我单独的来找这些东西 好 在这里面呢 给view布局 无非就是负循环 负循环 你有几个view是不是 几个views 一个一个把你的孩子给挖出来 那在这里的话 直接就是我的views get第一个 那可以把你的这个view 给达到 好 我在这里面给view布局 点layout 是不是啊 那他在这里 是不是需要有知道 这个四个参数啊 left是等于多少 我们现在就来研究 这四个参数就行了 不非就是把这四个参数搞完 那东西都好搞了 好 那么来看一看 来看一看 我们这里显示的问题 那么 那么在这里的话 如果我这是第一行 我给第一行里面 第一个view去布局的时候 第一行 第一个view布局的时候 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left啊 left是什么 是黑色部分到什么 到绿色部分 是不是啊 其实行这都是我们来记录的 这东西 那这个值怎么算呢 中间是不是应该有个pending left pending left line就是这行和第一个之间 有没有距离呢 没有是吧 其实贴着的 是不是啊 这是贴着的 那我需要知道一个叫做 pending left的一个值 是不是 这个值我肯定需要知道 好 那在这里的话 这个值谁给我呢 谁给我啊 我让你传进来呗 叫做pending left 好 我让你传给我 好 这里就包错了 好 这里是不是就包错了 好 接着我在这地方 我让你把这个值传进来 那直接get一个叫做 pending left的值 是不是 好 pending left的值 好 那这个left的值 首先我们还得考虑 那你这个left的话 这个left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等于我这个pending left 如果是等于您是这样 等于您是这样 好 来考虑一下 这个值 left top right和bottom呢 我最好放到外面去 因为这里面要去进行一些运算 一进来 你左侧就等于他 好 第一个 第一个等于pending left 如果我是第一个等于pending left 是不是没有问题啊 好 把它的right也给算出来 right值是什么 加上它的宽度是不是啊 加上它的一个宽度 那我需要把这个right的值呢 也给算出来 这个值啊 还有点 有点包考虑 为什么 我现在只考虑了第一个 但是第二个 第三个的问题呢 它是不是要累加 第二个和第三个 那这个left值是一个pending left 这样 我还是写 写这里面吧 那这是我的一个pending left 首先是等于pending left 接着是一个right值 就是pending left去加什么 加上我这个孩子的宽度 对不对 先把这个宽度拿出来 6.get一个特量后的一个宽度 拿到你的这个宽度 拿到宽度 把你孩子的宽度给加上去就行了 加上去就行了 那么高度呢 高度值 好 首先来考虑一下 高度值 这个高度值是不是pending top 第一行是pending top 那我现在是布局第二行 这是第二行的吗 pending top 加上第一行的 第一行的 行高 再加上什么呢 中间的间距是不是pending 这还有一个间距 那这是它的一个top 那这个值啊 谁给我最好了 这种气可以算出来 我对我单个行 我要我真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是第几行 是不是pending 我怎么知道我是第几行pending 传给我就行了 那这个值了我一直等于就行了 反正我这行的top会不会变呢 不会变是不是啊 我的这个top值是不是一直不会变啊 好 top值那这个值就让人家传给我 在这里面 我们来把这个值给传入一下 首先肯定要加上一个什么pending top是不是 肯定要加一个pending top 是最最外侧的一块 对不对 第一行是pending top吧 所以在这里面我来做一个判断 如果呢 我们在这里面做一个判断 如果如果你这个爱不等于您的情况下 那我这个top值应该是去加一个东西 等于什么 加行高要不要加 要加是不是 它的一个行高要加上 它的行高要加 还应该加什么 加上我中间垂直的一个间距 如果只要是不等于第一行 对不对 好 这是那么第二行是不是就要加 还有成吗 不需要成吗 我每回都加 负训环成什么 反正这是负训环吗 是不是负训环 要不要成 不用成啊 这样就可以了是不是 好 那在这里我这个top值是不是可以传进来 那这样他就可以给到一个最准确的一个top值就行了 那么再来看这个方法 那接着就是一个bottom是不是 bottom的值的一个计算 bottom无非就是用 加上什么 加上它的一个高度 get一个measure的一个高度 好 那么这个高度我来获取一下 这是一个高度 这是chared的一个高度 对吧 这是我们这一块的一个值 我现在只是测量了 第一个 第一个是不是这个值 这是没有问题 那是贴着谁啊 贴着这一个 pendingneft 那第二个呢 neft等于什么 那应该要加pending还是要多加一个 其实是自己的宽度 要把自己的宽度加上 还加上一个水平间距 是不是 那我这个方法是要循环着去加 我现在这里面肯定循环去算 我可不可以这样写了 我让我的pendingneft 这里面呢 我这写一段代码 这里用pendingneft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的y的死去 这里面不要等于 是加等于 加等于什么 y的死在加什么了 space 这肯定就行 好 每加一个view的时候 这里是每给一个view 布了一个局啊 每给这个view布局了之后呢 我这个pendingneft呢 我自然的就变成了 加上你的宽度 再加上你的空间 我的pendingneft 是不是变成这个了 是不是自然 然后呢 进下一次循环的时候 我这个neft是不是正好等于它 好 right是不是永远是用 这个最好是用什么 那我这个l值啊 加上宽度 左侧值加宽度 是不是永远等于什么 right是不是 好 这样去加 这样可以吧 这样可以你讲 好 那这个样子 我们布局是不是 就是完成了 好像布局完了 好像可以看到结果了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呗 好 结果可能有点小bug 好 来 运行一下 咦 啥都没有 是不是 怎么还这么坑呢 好 好 我们是这个样子 不是透明的原因 这个样子 我首先呢 我这个view肯定是很长 对不对 它需要可以滑动 对不对 那这样我第一步把它做成一个什么 Groorview Groorview Groor的一个view 那么这里面呢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直接来运行一下 再运行一下 看结果 是不是可以看到 但是怎么跑到下面去了 是不是 好 问题就来了 怎么跑到下面去了 是不是 按道理应该一排一排摆 是不是 好 原因是在于什么呢 我们做记录有一个小问题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做记录 是在什么 Unmeasure里面 Unmeasure这个方法 这样多少次 你能不能确定呢 不能确定呢 你每掉一次 是不是每 每掉一次都得测量一次 测量完 是不是每 每次样次都得往记录里面加 其实只要 我只要掉你这个方法之前干嘛呢 清空一下我的这个记录 是不是清空一下记录啊 把我的点 Clean一下 接着了我Current的等于空 那就可以了 那运行一下 是不是可以摆过来了 顺着摆过来 肯定是一行一行摆的 是不是 现在没有背景 什么都没有 我把给设一下 先让设好看一点 我们再来调一些东西 那在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对我的这个TextView 再设一些数据 这个设置数据的话 我直接到这儿沾一段代码 这有一段代码是专门 专门是设置它的样式的 把这个样式给沾过来 也就是设置我们的一个样式问题 这里面呢 Ctrl1 导一下我的这个包 把这个数据给翻去 这个数据Ctrl1 导一下这个包 这个的话直接写一个6 把样式给试一试 现在来考虑 考虑其他的问题 好 先把它抛起来 首先 摆 是不是顺着摆下来了 好 但是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 还要多这么多呢 因为是这个样子的 在我这里呢 本来在这一行 要摆一个这个单机的这一行 是不是 本来是要摆单机这一行的 但是呢 但是我准备摆的时候 发现摆路下了 是不是 好 那这个时候呢 就空余了 空白了 是不是 好 空了这么多白的 那这个时候呢 肯定是不那么好的 是不是 我一下空了这么多白的 这个白的该干嘛呢 这个白的我可不可以分一下 我把这个白的多余的白的 你分一点 你也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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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是就可以扯平呢 好 我可以把这个白的分给每一个view 平均分配一下 可以理解吧 好 来我来平均把它给均一均 均一均呢 在我 在我这个地方去布局的时候 在layout的时候 这是布局啊 好 这已经把我的这个 这已经是 在布局之前呢 在布局之前 我在这里面做一个操作 判断 直接算吧 直接用我的max宽度去减去什么了 当前的宽度 是不是可以知道什么 多余的 好 知道多余的宽度 这个多余的宽度 我可以获得出来 好 获得出来之后呢 这是一个多余的 extra的一个宽度 好 我把这个宽度干嘛呢 均一均 好 这是一个 诶 这是什么类型啊 英特类型 这也是一个英特类型 那我这里面是 报错了 不对啊 减错了 我这 减着横了 我说 怎么 这是减去 可以获得 这是多余的 这是多余的宽度 我在这里面 再定义一个变量 英特的一个 英特的一个 平均的一个 平均的宽度 好 平均宽度等于什么了 用我的这个extra 去除以 除以什么了 最好是乘一个ef 不然一除就除断了 是吧 英特之一除 是不是除没了 好 我最好乘一个ef 第二size 然后再加上一个0.5f 做一个45入 那么Ctrl1 这个强制类型转换 这是获得平均值 获得 获得我们的平均值 把这个平均值获得 在这个测量的时候 这是拿到我当情绿的宽度 我只需要做一个操作 那加没这么简单 加上的话 你只能把它的位置给摆一摆 那你这个view真的能长得那么大吗 长不了 是不是 好 在这做个判断 如果这个平均的宽度 大于0 是我就得分给你 这个时候我去做一个操作 就是说 指定孩子具体的大小 好 指定孩子具体的大小 怎么指定呢 好 我view 第二 测量一下 这个是我告诉你 该怎么长了 是不是 那这里面怎么写了 首先 我对你需要有期望值 是不是 期望值是Megaspec 第二 make一下 首先我期望你有多宽呢 你的宽度 再加上什么 加上我的一个平均的一个宽度 接着呢 你的这个 第二 Exactly 是不是 高度呢 本来的高度 是不是就行了 我把这个拷贝过来 这个本来的高度 我们这儿替换一下 反正是Exactly 那是本来的高度 你是多高 我就不管你 对不对 本来的高度 加上Exactly 好 这样就测好了 测好之后 它的高度是变成新的高度 再这样一加就行了 最好 这是新的高度 我要重新去 重新获取一下 不然你这儿获取的还是之前老的高度 是吧 把这儿再重新获取高度 这叫 重新 获取 高度 这样在下面再怎么加 是不是就对的 反正就是围绕你这宽度和高度来的 那么来看一看效果 是不是可以了 这里面应该少了一点点是什么原因 精度的问题 反正都分好了 反正都分好了 那么我在这里再设置一个东西 设置个什么东西 设置一个 对我的这个 theout .fl.set 一个叫做 set一个叫做 pending pending的话 多给它一个10个 10个不够 点20 先给个10个 接着我在这里再暴露一个方法 这里面是不是写死是10个 我们在这里的话 一般 在这个方法要写好一点的话 是一般暴露一个 下的一个 下的一个 space space 我把我这个水平的间隙和一个垂直间隙交给调用者去设置就行了 这是一个水平的一个间隙 这是一个 center的一个 接着的话 是我的一个vertical的 inter的一个叫做vertical的 叫做一个vertical的一个间隙 这个里面的话 是这次一点 我的一个火人center的 等于我的一个火人center的 这次点我的一个vertical的 vertical的等于我的一个vertical 一个space 好 那么到这里面来 我来再调一下这两个方法就行了 需要在这里面点set一个space就行了 space 这里面你 它设一个失误 好像是大 刚刚看这个是八个和八个吧 来看一下效果 稍微在这儿 它这样左右的间隙自然就有了 好 是不是有间隙了 这是它的间隙就这么出来了 好 接着呢 我们再做一个操作 做一个什么操作呢 这空间上道理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已经实现了 再做一个操作 这里面有一行代码 这行代码是可以把它干嘛呢 这个 自己随机的一个大小 有可能你要做一个空间的时候呢 这空间有可能是不是单独摆 摆一次view 而不是摆textview 有可能摆什么 Imagicview 其他view是不是 一个大小你控制得了吗 控制不了 你随它生产就行了 那我在这里呢 按照是从十个大小到十六个大小 不等 这个时候就发现什么 炫是吧 其实呢 看大家 看大家的一个 一个想法 这里面摆放 它有一些小问题 有一些 看你的 看你公司 你的公司如果是说 这个view现在摆放 我们就研究一下 每一行的一个摆放 研究一下 每一行的一个摆放 那这是我的一个 这是我的一个手机 这是我的一个行 现在针对单个行来说 这里面可以摆放 一个view是不是 这是一个小的view 是不是这么摆啊 大的view是把它撑大了 是这么摆的 那如果你公司说 小的view呢 要居中怎么办 当然我这里只说一下 这个看你的实际业务 现在我们的摆放 是不是这么摆的 小view是不是贴着上面啊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 再加一点东西 这要看你的用户庭啊 看你如果真的 碰到这种需求 你需要把它设置为居中 那么我们在这里 把它设置为一个居中 那么在我们哪里 去改一个代码呢 改代码是在什么地方 在布局的时候 是不是啊 我们找到我们的 一个layout方法 找到layout的时候 这布局的时候 top我们是不是 直接给它是什么top啊 富容器给脱步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其实是需要计算一下什么 我要算一算 我的一个多余的一个值 是不是啊 英特的一个 一个多余的 就是一个 多余的 extra的一个 高度 这高度 怎么去算呢 用我当前横的高度 去减什么 减去 减去 减去我自己的 是不是自己的高度啊 这样就可以算出来什么了 算出来 比如说 是不是这个高度啊 好 那你的top 该干嘛 再加上它的什么 一半是不是啊 那这个高度的话 我用我的top再去 最好是去top的话 去加上 加上它除以一个2f 最好 再加上一个0.5啊 因为这里 如果不用精度去做计算 它待会一除就 没了 一除就没了啊 是不是这样去写啊 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啊 现在的话 就可能稍微 反正都是在中间 这个随机产生的 这个再跑一遍 这个先把退出去 这个只要跑 重跑一遍 那效果就不一样啊 这个看你的 因为这产生是随机的 是不是 现在就这样 大大小小 小小大大大 随便你 当然这里面 有一点小问题啊 这个是 这个好像有一点小bug 这个 这个是小bug啊 我们肯定是哪里有问题 这里是不是多了 这里好像很高 这很低 到了下面 没了是吧 猜到在哪里吧 猜到猜到在哪里出问题了 在unniot的时候呢 这哪里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不等平台 请问一下 我又加了空间 就这 这个top值 我对不对的问题 好 那么这个top值的话 如果是 如果是默认等于 pningtop 你加上它 然后再加这 如果是不等于你 我就加你 那如果到了最后一个 我还要加不加 我们这么去写 这么去写 把它放这儿来 那么如果是 不等于呢 不等于 不等于你的这个 line4.size-1 不是最后一个 我才去加 不是最后一个 那么第一个呢 当然是等于 pningtop 接着呢 加完之后呢 只要是不是最后一个 我就去加 是不是这样 加你的宽度 和加你的 但是高度好像 每一个都得加 是不是高度 每一个都得加 高度每一个都得加 只是这个水平间隙 不能都加 把这个加一下就行了 这个就是 大家算一算 这可能就稍微想一想 这样是不是没有问题 对吧 好 这样bug就解决了 这就是小bug 大家基本上 写这代码说呢 发现可能 一点点小额气 调一调就出来 这是我们这个空间的 一个写法 这是我们空间的写法